在到頭部看的國秀南亞學生的師惠君 漸漸在搜尾頭前搜搜 想要搜尾日本在好好早自是可以看的搜 師惠君是今年文化局所基盤喜悅秀天才的冠軍 那些兩年都是專觀國秀學生當中 看最小的搜的學生的學生的 她表示 平常是剛才在好好看搜搜以外 但她出來裡講過搜以外 就開始看愛看的搜 因為從小看到大已經習慣了 而且功課寫一寫完之後也是有時間 嗯 只是看你要不要看而已吧 那你都會利用功課寫完的時候看書 對 學到很多新知識 而且有時候看一看自己蠻想像 所以心情會變好一點 去年看了280分的搜 今年已經是拍拍紀錄看了250分 雖然看了這麼多的搜 但是師惠君也是以外沒有跟她看的搜 就好比是科學歷史方面 她說這方面的搜很不欠人的地方 要有告訴現在有趣的搜尋看起來比較快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那種講歷史啊 科學的那種 齁 因為那種我覺得很 很古板很枯燥無味 對 所以你喜歡有趣的搜尋 有故事性的嗎 對 怎麼說 就是 嗯 比較像是一個故事 而不一直在陳述某一件事情 然後之後這件事情發現怎樣怎樣 這種類似在鎖教的感覺 好 表示 師惠君因為要看書 所以在文彼方便特別結束 中國一直以來都保持很好的成績 想經過我們平常學校退展的成間的閱讀 平常的詩詞的背誦 還有我們郭語文領域 大家老師對於他閱讀能力提升的一個補充教材 那這些史詩 所以能激發起小朋友 石惠君小朋友他那樣子有興趣的去閱讀 在課業的學習方面 我想毋庸置疑 他各方面包括功課 那各種學藝才藝的表現 都是 這個 在同學當中 同裁裡面 都是數一數二的 尤其課業方面 更是不用 我想也不用他的父母跟師長 做這個擔心 我們上兩年拿到四月休天賽冠軍的師惠君表席 明年因為要先國中 所以已經沒有拍攝美國參加這個比賽 不過他以為保持樂隊的好習慣 記者等一聽彩虹報道